大家好 中午好 感谢大家收看GoMix每日财经快讯 GoMix一站是全中文服务为年交易度上一臂之力 今天是5月3号星期一 那么今天呢 中国大陆是放假五一劳动节 今天中国A股不开盘 日本和英国的股票市场呢也是休失一天 但是呢 我们现在看到在新加坡上市的tana50指数呢 是开盘的包括我们澳洲的股票指数 以及呢 英国的指数还是照常进行交易 那么今天早上开盘以来 香港恒生指数呢再次下跌 而好消息呢就是唯一上涨呢 就是我们说的数字货币在周末以及周一的时间呢 比特币的价格又冲到了58000美金以上 以太坊的价格呢又创出了历史新高 涨到了3000美金上方 在周末的时候呢 巴菲特讲了一下关于对比特币和数字货币的看法 那么他本人呢虽然认为比特币不是很看好 也不是太喜欢 但是不得不承认他也是错过了 暴富的再次暴富的机会啊 虽然他也不一定能看得上啊 数字货币的投资在他看来呢 他认为是有所威胁到了目前的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并且呢比特币数字货币为社会创造的价值呢 并不如传统的对股票投资的实体经济创造的价值更多 因为我们知道呢我们在做股票投资 我们是买入了这家公司的股份 并且呢中长期看涨他 看好这家公司的市场表现以及他的管理运营能力 包括他的产品在市场的竞争力 但是对于数字货币 比特币和以太坊的投资者来讲 大家呢只是为了短期炒作的成分更多一点 并且呢对社会的实际贡献呢只是在流动性上 而这个流动性呢更多的是匿名 也就是洗钱避税等这方面 所以说对我们实际上的金融稳定性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所以呢在周末召开的巴菲特股东大会 他也是强调了这一点 另外呢股东大会还提到了两点 第一点呢是税务问题 美国现在加税 但是呢我们澳洲的华人朋友很明显就能看到 美国虽然加税了之后 但是呢它的税率也是低于我们澳洲的 所以说目前来看澳洲生活是比较惨的在税务方面 企业所得税呢是27%到30% 那么美国目前是在21%加税之后呢 可能也比澳洲要低一点 那么个税呢美国就更低了 我们澳洲呢高达30%到40几身之 接近50%的个税 那么美国方面呢对富人加税之后呢 可能会超过30%的税率 所以呢从长期来看的话 包括巴格特说到 在他年轻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美国的税率呢是接近50% 那么目前呢虽然有所调整啊加税了 但是呢相比于当时的顶峰时期 以及呢相比其他发达国家的税务水平 美国依旧是相对比较低的 所以说呢加税这一消息呢 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可能是有限的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中长期啊 依旧是看好科技类的公司 那么从最新的财报数据来看的话 第一季度科技公司股票的数据表现都非常不错 那么排在第一位的亚马逊的盈利情况呢 是每分钟啊赚80多万美金 排在第二位的是苹果公司 每分钟赚60万美金啊 60多万 那么这样的盈利水平的比传统行业还是要高不少的 那么巴格特也坦然说到啊 去年做了两大事务第一个呢是短期炒入了啊 买入了航空公司并且亏损卖出了 航空公司的股票呢 他在近期依旧是不看好的 因为国际航班无法开通 印度疫情呢继续爆发严重 那么导致国际航班开通的速度继续延后推迟 所以说对航空公司中长期的盈利水平呢 可能会是一个潜在的隐患 那么对科技公司的看好呢 是因为他去年呢卖出了一部分的苹果公司的股票啊 那么小有点小后悔 苹果公司极其的啊 极强的盈利能力依旧是能够保持未来的稳定平稳 为股东提供啊更好的增长前景 以及更多的分红 那么我们也知道苹果公司和其他的手机平台不太一样 苹果是一个完整的闭环生态圈啊 包括中国大陆的小米和华为 现在都想要建立自己的闭环生态圈 包括硬件的闭环加上软件的闭环 那么从数据啊软件云端以及呢 iCloud这一系列苹果的iOS生态系统 加上苹果的硬件AI啊 还有处理器 那么都是形成了苹果独有的闭环 所以说呢其他公司并不能够打破苹果 在iOS系统领域的垄断地位 因此呢中长期啊 白菲特以及他的投资团队 依旧是比较看好苹果公司的股票表现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啊 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 那么如果想要获得更多的资讯 欢迎和我们屏幕下方的小助手取得联系 和我们的分析团队沟通 再次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